Zither Harp 一首首的英文老歌 从男主唱阿谦与女主唱 毛毛口中唱出 别有一番韵味 乐团成员更不时带动现场观众 与他们沉溺在80到90年代的 英文经典歌曲中 我们那时候很多制作人 纽大可 还有Action的谭建昌 他做得很好听的博语歌曲 什么孟柏林 都是因为那时候 就是吸取了西洋音乐的养分 所以说可以做出 很好听的博语歌曲 所以就是希望年轻人 可以多到这种场所 接触一下 其实蛮好的 之前就有注意到相关的活动 然后真正到青森参与 今年应该算是第一次 对 还蛮有趣的 不管是他的口运 或者是音乐这些节奏 我觉得听起来 真的蛮疏压的 来到这家位于台北市大安区 有20多年历史的 Odi Goodie音乐餐厅 对于喜欢英文老歌的民众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去处 这次Odi Goodie也同样加入 2019台北杜鹃花音乐节的 表演live house名单中 让参与音乐节的 长青或者是年轻族群 都能更加融入西洋经典音乐 淡淡的三月天 能够结合更多的 台北杜鹃花的特色 然后结合当地的文化 国际产业化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由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与凯博大宽屏 杨明山金平道 新台北大安文山合办的 2019台北杜鹃花音乐节 从3月15号开始 在台北市九家live house 分别举办各类音乐表演 或者是讲座 也希望吸引更多民众 前往品尝美食 欣赏音乐 度过最精彩丰富的 杜鹃花音乐节 台北大台北市 新闻找电话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